以前那些很老套的電影電視劇 總會有一個很老套的劇情 主角走出門口 不斷扔垃圾 一陣風 門關了 回不到家 現在就沒有這些劇情 因為已經全部轉了 智能門鎖 探被新國貨揭被佛山做 盤點細分行業的No.1 我是大雄物探 華哥呢? 最後告訴你 正所謂 做人不好這麼老套 智能門鎖先治好 今天來到廣東匯泰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佛山市質量強市 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認定的 第四批細分行業龍頭企業 匯泰龍進入智能門鎖已經十二年了 技術方面已經有五代升級 觀眾我想問一下 這五代有什麼區別呢? 匯泰龍在10年這個時段 算是做智能鎖行業最早的這一波品牌之一 國內的第一代智能門鎖可能會偏金屬化 第二代產品開始具備兩網的能力 第三代外觀會疊加得更加的美觀 到了第四代產品我們就開始研發全自動的品類 指紋密碼或者刷臉 在第五代的產品上面採用最新的CMC的工藝 這款是我們的V5POLO產品 這把門鎖也具備貓眼 人臉 室外人員移動偵測的一個功能 這把門鎖只要門關緊 它會自動上鎖 非常的智能 反應非常的快 王總聽說你們這裡有一種鎖叫做敲敲鎖 是的 匯泰龍敲敲鎖是我們今年推出的 新一代的緩衝靜音門鎖 它是將緩衝技術以及多重靜音的設計 集成到了我們的專利鎖體當中 這款鎖體我們獲得了國家三項專利 它是經過這樣的高精度的液壓緩衝器 而實現了把手在下壓之後 它緩衝回彈 吸能防震 讓整個的開門的過程更舒適更靜音 我們實驗室測試環境它的聲音是低於40分倍 相當於人在說車的話 可以安裝了這把鎖 以晚移坐科技 同樣設計 說得這麼厲害 一把優質的建人鎖又是怎麼誕生的呢? 走! 首先一把鎖設計的時候 就已經要考慮到它的外觀 功能 線路和算法 由設計變到現實 一定要來到模具車間 而開模整個過程 就要包括有粗加工 正加工 組裝和測試這個模具 究竟行不行 而開模整個過程 每一個步驟 都需要一位經驗豐富的模具師傅 我們的模具做好之後 就會拿到這部全自動鎖造機 安裝了進去之後 由原料到充壓到出我們的零件 整個過程只需要40秒 令部件充壓完之後 機械臂就會自動拿出來 甚至連擺盤都會幫你做 還有這個全自動鎖造機 可以根據零件的大小 一次出一件 一次出兩件 甚至一次出八件 當然一些結構複雜 需要特殊工藝的零部件 就要用到CNC加工 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不用開模 直接把圖紙和原料進去 它走在裡面 360度自己轉 然後一次裝甲而成 甚至 連拋光都不用 這些就是科技 剛剛衝壓出來的零部件 是有點細細細 有點戒手 所以就要來到拋光車間 相比以前的人工拋光 全自動拋光 它的精度會更加高 而且效率是之前的4倍以上 零件拋光之後 就會進入到電鍋環節 上個美妝 這樣就會完成 一個智能門鎖 外觀成型的最後環節 從圖紙到模具造型 一把完整的鎖 還需要很多的零部件 這裡只是一小部分 但重點迷了 就算是一些這麼小的配件 都是回太龍自己生產的 我現在身處於無神電子組件車間 這裡的師傅會把電子和機械部分組裝在一起 甚至連包裝都有 但是一個新鮮滾熱出爐的門鎖 還未可以出街 他還要面對的是 他們 我不知道大家怕不怕 總之我就很怕 這個就是暴力關門測試 是無意了600斤的力度去關這扇門 雖然我也不知道哪個家會有600斤的人 但是你這樣關門就證明了 這扇門鎖的質量是非常之厲害的 除此之外 一把鎖還要經過10萬次的各種各樣測試 好像內用度測試 指紋使用壽命測試 鎖心鎖體的壽命測試 還有防水、內高溫等等非常之多 而且這個產品檢測實驗中心 是國家認可的 有科技加持的智能門鎖 令到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之便利 但是對於有科技屬性的消費電子產品來說 研發、製造、渠道、品牌、服務 缺一不可 在智能門鎖競爭這麼激烈的市場 想要持續領先做龍頭企業 就要不斷找到消費者新的隱性需求 創造獨有的市場機會 匯太郎每年都會提連一個關鍵詞 由最初的元起到08年的龍騰 再到現在的蛻變 至於未來的關鍵詞會是什麼 我們一起期待 喂?華探長? 蛤? 你今早早扔垃圾 門關了 等著開鎖師傅 蛤? 我頂住 拜託你換把智能鎖 匯太郎